旅行者一号是迄今为止飞得最远的探测器 该探测器于1977年9月5日发射升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它连续利用了木星、土星等巨行星的引力助推 进而获得了足以摆脱太阳引力束缚的速度 在此之后它就一直在向宇宙升空前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在遥远的未来它就可以飞出太阳系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旅行者一号已经飞了46年的时间 它当前的位置距离地球大约242亿公里 这大概相当于日地平均距离的162倍 对于我们人类来讲 这样的距离可以说是非常遥远了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探测器仍然与地球保持着联系 那么问题就来了 在这么远的位置上 它为什么还能和地球通讯呢 是使用了什么黑科技吗 其实并不是 实际上旅行者一号使用的 其实就是常见的无线电通讯技术 它的通讯系统包括调制解调器 编码器 解码器 数据处理器 以及发射 接收装置 为了尽量增加有效通讯距离 以及保证无线电信号传输的成功率 它配备一个直径高达3.7米的高增翼天线 并使用了无线电干扰很小的8GHC发射频段 旅行者一号的导航系统主要由惯性测量单元 恒星追踪器和飞行数据子系统组成 其中惯性测量单元配有高精度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可以实时感知旅行者一号的姿态和加速度 恒星追踪器可以通过观测一些位置和亮度相对固定的恒星 进而确定旅行者一号的方向 飞行数据子系统则可以根据前两者的数据来控制旅行者一号的姿态 进而保证高增翼天线在与地球通讯时一直对准地球 尽管旅行者一号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通讯设备 但它发射的无线电信号的强度确实有限的 随着与地球距离的不断增加 它发射的信号也会变得越来越微弱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当旅行者一号发出的信号经过242亿公里的传播抵达地球时 其强度已经低至大约500万11分亿瓦 如此微弱的无线电信号是用什么接收的呢 答案就是深空网络 深空网络是由NASA建立的全球性太空通讯地面站网络系统 它主要用于与远离地球的太空探测器进行通讯和数据传输 该系统由三个站点组成 它们分别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戈尔德斯通深空站 位于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马德里深空站 位于澳大利亚堪培拉附近的堪培拉深空站 这三个站点在地球上的位置大约相隔120度 这样就可以保证在地球自转的过程中 总有一个站点可以与太空探测器保持联系 它们都配备了多个大型抛物面天线 可以接收极为微弱的无线电信号 也能够向宇宙深空发射功率超过1万瓦的无线电信号 这样就可以确保那些遥远的太空探测器可以接收到 其中当然也包括旅行者一号 正是有了深空网络的支持 旅行者一号才能在距离地球242亿公里的位置上和地球通讯 当然了 这样的情况也只是暂时 可以想象的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旅行者一号与地球的距离还会不断增加 其发出的无线电信号也会继续减弱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迟早会与地球失联 另一方面来讲 旅行者一号的能源也是有限的 它使用的是三块和电池 其原理是利用波238的自然衰变产生的热量 通过热电效应产生电能 根据NASA的估算 在2025年的时候 旅行者一号的能源就会消耗殆尽 在此之后 它就会永远地与地球失去联系 从此孤单地在茫茫的宇宙空间中漂泊 值得一提的是 旅行者一号还携带了一张 同志镀金激光唱片 上面记录着很多有关地球的信息 从理论来讲 这些信息可以保存上一年的时间 或许在很久很久之后 有一个外星文明会发现它 进而知道我们人类文明的存在 我们下期间的信息 通过了一个人类文明的信息